女方索要天价彩礼让男人觉得很不满 结婚以后男人两年都不陪妻子回娘家 你这样说我骗了他行了吧 我骗了他过去结婚了好了吧 那我就不说什么 所以 这就是我们说 都觉得我是骗子嘛 不是 全世界都这样觉得 你看你 我就是这样 不是怎么了呢你 我就是不开心嘛 因为到这个话题没法聊 你是骗子吗 他觉得是我就是 他觉得不是你就不是 对无所谓 这个委屈不已的男嘉宾名叫小孟 是一名导演 他和妻子小孙结婚两年 并有了爱情的结晶 这两年来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但有一件事却一直卡在小孙的心上 那就是两年来 小孙每次回娘家都是一个人 显得十分孤独 虽然丈夫一直对他言听计从 但在回娘家这件事情上 丈夫一直不肯退让 被问起原因时 小孟直言是小孙的亲戚太过分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婚前从谈恋爱 一直到结婚 他娘家人表示出来的那种种种的 不屑看不起 不支持不理解 导致我慢慢这个心里头都开始压抑了 到底是多过分的事 竟然他不顾妻子的心情 两年都不拜访丈母娘呢 那我媳妇我说吧 其实在家听媳妇话的 我是这样的人 这求生欲也是没谁了 得到应允后 小孟开始大吐苦水 他说他和妻子是一见钟情 两人在一起后 妻子便将他介绍给了家人 不想某天他在工作时 接到了妻子的夺命连环call 要求他在短时间内整理出以下相关信息 需要你的身份证户口本 你爹是谁 你妈是谁 你的名字 你的身份证号 你的职业 你的公司 你的公司的这个营业执照 然后呢 你纳税许可证 什么什么 全都要 车牌号 这户口查的可谓是相当彻底了 甚至连他的家人也不放过 工作 我父母的工作 我姐 我们全家都要要 这让小孟十分不开心 感觉自己像个犯人一样被审问 还没见面呢 小孟就对妻子的娘家人产生了个影 但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谁让你还要娶别人姑娘呢 所以第一次见面时 小孟也下了一番功夫 因为妻子喜欢吃小龙虾 他便将见面地方安排在了 郑州福塔下的户外餐厅 不想却被岳母吐槽 一来郑州都坐到那马路边吃饭 都是想想认了清可房子 弄损认这么多样 不给你挡回事 这进口啤酒也喝了 茅台也喝了 一顿饭花了一千多 却被误会成路边摊 小孟心里委屈 对岳母的印象 也就更不好了 但他没想到 这些都只是开胃菜 更狠的还在后面 小孟请岳母吃饭 被吐槽成乡巴佬 去妻子娘家商量订婚事宜 又被摆了一道 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本是高高兴兴的 可后面就演变成了灌酒 妻子娘家来了七八个人 而小孟就带了父母 而他也要开车喝不了酒 所以他的父亲成了冤大头 当时父亲已经六十岁了 却被妻子娘家人轮番灌酒 更过分的是 对方只喝一口 却要父亲喝一杯 一圈下来 父亲便昏昏沉沉了 小孟看着不免心疼 而且他还发现 对方悄悄把酒给倒了 于是他跟妻子商量 想结束饭局 不想妻子将这话一说出口 立即遭到了责骂 听到这话 小孟的脾气也上来了 欺负我可以 但是欺负我亲人不行 所以当天 订婚的事情也没谈下来 不久两家人再次做到了一起商量订婚的事情 却因为彩礼的事情 再次发生了不愉快 一般来说 郑州的彩礼是万里挑一 也就是一万零一块 或者一万零一百 可妻子的娘家人却狮子大开口 要百里挑二 也就是一百二十万 这还只是最低标准 你只要足够有诚意 就往上加点 而且房和车都得写到妻子名下 要求属实得有点高了 这年头娶媳妇真难 不过小孙的家人也不是真的想要钱 就是想考验一下小孟 看看他对小孙是不是真心的 所以最后彩礼钱只给了两万 可有一件事却让小孟十分生气 那就是订婚时 他们一家人去拜访小孙的外公 他们到的时候 老爷子正在打麻将 眼神都没赏他们一个 家里来客人了 老爷子没有丝毫表示 专心致志地打着他的麻将 父亲客气地递根烟过去 老爷子结果抽一口便丢了 一连三次 丝毫不给父亲面子 好不容易打完麻将了 老爷子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 这话正常人听了都会不舒服 小孟也不例外 正是因为妻子娘家人的这种种态度 让小孟含了心 所以结婚两年 她都不愿意跟妻子回娘家 甚至有时岳母过来看外孙女 都是自己坐车过来 小孟不愿意去接 可她不知道这样的行为 对妻子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因为她是单亲家庭长大 所以母亲那边的亲戚对她的婚事都十分重视 而且结婚时 她才21岁 家里不放心是很正常的事情 于是她请求丈夫可以放下过往 跟她回娘家 看着小孙难过的模样 主持人劝说小孟 试着放下那些不好的回忆 可小孟却很坚持 这不是给自己少不快吗 听完小孟的话后 现场的老师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都觉得小孟这样做不对 涂磊更是直言 好男人是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委屈的 他说他听了小孟的话也很生气 换他 他也受不了 但他不相信 一个这样没素质的家庭 会教养出小孙这样知书达理的女孩子 因为在小孟吐槽期间 小孙都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时不时小声解释几句 即使自己委屈了 也没有大喊大叫 所以土磊认为 小孙的家人没有小孟说得那么跋扈 而正在傲慢的人是小孟 发现其实真正的傲慢是你 而他们的家人在最开始对你带有偏见 但最终依然把他嫁给了你 他们之后我认为是没有偏见的 否则的话就不会一次次地问他 孟琪为什么没来啊 那新来的姑爷为什么没来啊 他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呢 你明不明白 你就为了他 你这一步都做不到 我们真的很难相信 你能这一辈子对他 放掉你内心的傲慢 但即使听了各位老师的话 小孟依旧固执己见 当主持人问他可不可以改变时 他决绝地说不行 这话无疑是在小孙心口上动刀子 主持人也听不下去了 质问他道 你是全心圈要对他好对吧 对 那你问他他幸福吗 你问他你这种状态他幸福吗 你问他嘛 我们不说 小孟被逼问的上了头 直接让妻子自己说 见此 图累人傻了 还真的逼问他 那你让我咋说哥 你就别说话了 那我不说话 好了吧 我扭过去 你这个时候你逼他说话 你让他说什么呢 那你说我咋说 你说我说也不对 不说也不对 就是不说话 听着 我不乐意听了 不乐意听咱不听了 我生气了 见于小孟有些控制不住脾气了 主持人只好把时间交给小孙 小孙再次请求丈夫跟他回家 可小孟就是不答应 小孙知道 这是丈夫的心结 需要慢慢来 在他的再三请求下 小孟答应过年带着女儿 跟妻子回家看望岳母 可对于妻子的亲戚 他却怎么都不愿意接受 只能说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相信以后会慢慢改变 你们对此事怎么看呢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最后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